我84年从大学毕业就来齐美工作 那中间除了训练研究所 有游子停薪两年以外 一直都待在齐美没有离开过 台大两年的研究所训练之后 我就会再回到齐美 那回来之后就在病毒署工作 那也开始扮演起接任讲师的角色 我在90年转调单位 然后接任生化组组长 那在这个处理解体的过程 我们常常碰到一些特殊案例 那也写了不少的Case Report 就开始会自己到国外去做发表 就开始带着我们组员 也搭出去 那现在目前呢 在科里面很多人都可以 主动去做完成这样的事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我在98年啊 在毫无预警的状况下 接任技术主任 所以要面对的是组织的变动 还有很多的压力就 在那段时间接种而来 其实是招架辅助的 接下来又要面对的就是 科内第一次就是全面的TUF认证 然后晚了又要面对的就是医院的评鉴 所以那段时间我真的觉得 是我人生的一个黑暗期 那在新手上任的一百天啊 真的很难熬 对科里面比较大的改变 第一个就是我们成立了单一窗口的收建中心 改造了我们的抽血站 那也在抽血站推动零克数 我们引进了MatiTUF去提升我们 细菌鉴定的效能跟品质 在我们的进检组里面呢 也推动了标准化的一个作业 那在这三年呢 也接了抗生素施斑计划 那跟护理部一起努力哦 我们去提升就是细菌检体的一个品质 那也都得到还不错的成效 跨部能沟通 我觉得刚开始还蛮困难的 因为我们都希望所有的沟通协调的结果 是对自己部门是好的 其实要去了解别人的作业 再回归到说这件事情 其实是为了病人好 为了品质好 因为我们就变成大家有共同的目标 我觉得明年在实验室会有一个 不错的成绩的展现 那我们将会是全台第一个 通过SIG SIGMA认证的实验室 在明年可以看到我们的自动化就要上线了 那另外还有VSL3的实验室 也会建置完成 我其实还蛮期待 明年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成果展现出来 我现在想的是 要怎样好好的培育我们年轻的医检师 然后为他们找到一些舞台 让他们开始可以去承担一些责任 然后接续实验室的一些业务 让他们成长 让实验室更好 再认为 再认为 再终来 再结束 再终来 再终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